1900年6月17日 八国联军攻占了大孤炮台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21日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 天津是金姬的门户 列强在天津紫竹林有租界地 天津成为清军匕首 也是联军必得的战略要地 1900年6月 英国兼八国联军统帅西莫尔中将 在带陆党的协助下 调派数百名刚完成 威海卫战役的华永营中国士兵 陈英舰前往天津边入英军 立即参加攻城战斗 6月27日攻占北洋军火库 并占领天津机器局东局 庚子战争中各地由华人随机组成的带陆党 为八国联军携成效力 带陆党为八国联军带路 收集情报 助联军攻城 为联军攻关联络与民众的感情 辅助军需运输 协助联军击养 舍命效力 甚至出生入死 在中外战争史上 畏为奇观 华永营为1898年 英国租战山东威海卫时 为加强防护所招募的华人军队 由于英国军想较清军高 吸引许多华人加入 1900年5月 华永营已有600多人 年龄介于23岁至25岁之间 部队编制齐全 设置长枪连 机枪连 炮队及机兵队 另有乐队 议员及卫生队 团长由鲍尔上校担任 位及以上军官来自英国正规军 全团配置精良装备 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士来副枪 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 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 也未能配备如此装备 足见英国对此雇佣军的期许甚高 天津战役后 华永营军团又赴北京 加入解救外国攻使的一系列战斗 华永营的中国士兵与联军一起 袖令屠杀及抢掠自己的同胞 1900年7月1日 义和团及清军进攻天津租界 7月2日 马玉坤及张德成 分别于河东 紫竹林与联军作战 张德成用田丹的火牛破敌办法 乔白火牛阵 大破敌军的地雷群 把敌人重重设防 层层布阵的巢穴深处 搅个天翻地覆 并一度将老龙头站夺回 联军有百余名士兵阵亡 随后联军再次攻占老龙头火车站 5日 直地提督 聂士臣率五位前军 三万人抵达天津 与浙江提督 马玉坤率领的五位左军 和公子竹林 三面围攻天津机器东直 聂士臣在天津小溪门 击退联军 聂和团数千人进攻紫竹林 聂士臣率领银关宋战标部 与联军站于天津南郊 9日联军进攻巴厘台 聂士臣阵亡 10日两门列地炮 透过英剑运顶天津战场 11日凌晨30 聂和团及清军 再次进攻老龙头车站 午后1点联军用列地炮 向驻扎在陈家沟的五位 左军大营 正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的清军 以及义和团 发射毒气弹 左军统领李大川阵亡 清军统领宋庆下令清军 撤退到北苍 13日英国将领道华 及日本将领辅导 正率领联军5650人 攜带43门大炮 在天津城发起进攻 联军撤回攻城士兵 14日部分日军 假扮义和团 欺骗守军打开城门 并用炸药炸开南城墙一段 清军联军守备宋春华等人 在南门成员阵亡 联军在南门伤亡750人 联军最终占领南门 联军攻占南门后 驻守天津城的义和团 及清军撤出城外 城内居民也向北门方向逃走 八国联军最终占领整个天津城 7月30日 八国联军在天津城里 天津都统衙门 搜捕剩余的义和团成员 天津保卫战中 八国联军死伤900余人 其中校以上军官25名 是联军发动清华战争以来 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城池虽被八国联军攻破 然而义和团及部分爱国清军 则已发挥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 1900年8月4日 联军约2万人向北京进发 总司令为德国元帅瓦德西 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 日军为左翼 英军为右翼 美防备军为中路 其他国家随后 面对来势汹汹的侵略者 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 全无防御部署 指挥混乱 没有战争动员 没有作战计划 没有后勤保障 没有预备部队 尽管京城内兵力达十万之重 实则却群龙无首 8月14日 在联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 外城失守 联军用外城的攻守 转移至对内城的争夺 此时参加抵抗的大部分清军 顿作鸟兽散 京城内外的神机营 五神营 及各地勤王之师 约六七万人 皆已散灭无踪 只剩下董福祥的甘军 还守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 甘军毕竟实力有限 凭一己之力 难以抵挡联军的轮番冲击 董福祥 只得先率领残部 护卫慈禧太后 及光学皇帝 从西直门逃离京城 在广区门 清军同样也与英军发生激烈交战 然而美国军队趁双方交战时 派兵攀上城墙 攻击甘军的侧翼 使甘军损失惨重 广区门由此不幸失守 内城失陷 北京被攻破 8月15日凌晨 联军进攻紫禁城东华门 慈禧带着光绪帝等宫眷 自得胜门逃出京师 经过宣化 大同 太原 于九月到达西安 令义匡及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与列强进行谈判 将战争的责任 推到义和团身上 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八国联军提出条件 若要谈判 就得先将董福祥的人头交出来 但慈禧认为他护驾有勾 于是百般回旋 但洋人还是坚持要杀他 无奈之下 慈禧太后只好下令 斩杀董福祥 董福祥对蜻蜓大感失望 放出狠话 若慈禧决定杀他 其将起兵造反 慈禧太后明白 若董福祥造反 对蜻蜓将是个大麻烦 再考量其救命之恩 最后即不了了之 1900年8月16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 组建专门解救队 救援西蛇库教堂 蜻蜓的五神营 神经营及火器营 四散撤退 许多义和团团民战死 法国驻华公使 在西蛇库教堂 与主教樊梵梵相见 互庆余生 轰动一时的西蛇库教堂事件 宣告终结 法籍主教樊梵梵 带领三千余民教士及教徒 顽强抵抗两个月 令人敬佩 1901年9月7日 慈禧太后委任 钦差大臣 庆亲王一匡 及梁广总督 李鸿章 作为谈判 及签约代表 因当年为薪酬年 此约名为薪酬合约 正式名称为 中国与十一国 关于赔偿1900年 动乱的最后协定 被认为是中国史上 赔款数目最庞大 皇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 当时中国官员 没有上谈判桌的权利 均有列强商量 如何瓜分中国 中国官员 只能依列强商量结果签字 慈禧太后 一直被视为 义和团事件的 罪魁祸首 因此李鸿章 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 与列强多番去理力争 最后得到保证 列强在 惩办祸首的条款中 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 变相不再追究 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 主要责任 薪酬合约共有十二款条目 主要内容大略分为四项 包括道歉 惩戒 修约 及外交改制 道歉一项包括第一 第三 第四 共三款 主要有 清廷派尊亲王在风 为头等专事大臣 赴德国对克林德公使 被杀一案 表示道歉 另派霍布侍郎纳同为专事大臣 赴日本对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员 山山兵被杀 表示道歉 此外 在克林德被杀处所 树立明治之碑 并为各国被损毁之坟墓 建立敌购学武之碑 惩戒一项 内容最多 包括第二 第五 至第十 等共七款 集中体现 帝国主义 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 既是新丑条约的性质 对中国政府官员 及中国人民的惩戒 涉及第二 及第十款 规定中 对京城王公大臣 处死 及永远监禁的 有十二人 对地方总督 及巡夫以下的官员 处死 及格职的百余人 另规定 在诸国人民遇害 及被虐的城镇 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附件中条链的 各省府县地名 虽只有四十六处 但由于停止北京会市 以及山西与顺天的相识 以影响全国性的 举人以上 致近市的高层次考试 签款的惩戒 是对县职官员的 直接惩罚 后款的惩戒 则是对准备进入官僚层的 广大世代夫的 间接惩罚 此外 还规定永远禁止 中国人民成立或者加入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 为者一律处展 地方各省都府 文武大力 及有四个官 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 必须立即弹压成办 否则即行革职 永不续用 所有各项陈处规定 均需由清政府 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布告张贴两年之久 这是针对中国全体人民发出的惩戒 赔款一项 涉及第六款 规定赔款总额为4亿5000万200银 年息四厘 自1902年1月1日起 至1940年止 共39年 需支付本息银 总计9亿8223万8150辆 各省地方赔款2000万两 不计在内 薪酬合约第五 第七 第八 第九等四款设计列强 从政治军事上 保证帝国主义再华权力 使其对中国政府 及中国人民的惩戒 转变为物质的力量 该四款规定 在北京建立使馆区 并划定使馆区介质 禁止中国人民居住 使馆区 由其自行管理 并由各国自主 长流兵队 分保使馆 使馆区形成国中之国 成为在中国首都监视 蜻蜓的一支超级政治力量 规定销平大谷炮台 及友爱金师制海通道 之各炮台 并在黄村 廊坊 阳村 天津 军粮城 堂姑 炉台 唐山 链州 昌黎 秦皇岛 山海关等十二处 驻扎各国兵队 以报金师制海通道 无断绝之余 禁运军火入境 为期两年 如有必要 亦可续展 修约以向 设计第十一款 规定将通商行船 各条约内 诸国视为 因行商改之处 及有关通商 各他事宜 均行异商 保证列强 随时提出修改 对华通商行船 各条约的权利 外交改制一项 设计第十二款 规定将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 按照诸国着定 改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前 规定变通 各国使臣 境界理解 新丑条约第一款 就是清廷派 尊亲王 再丰富德国 就克林德公使 被杀一事 向德国皇帝道歉 并在克林德 被杀地点 修建一座 品级相当的石牌坊 汉白玉 蓝琉璃瓦 五殿顶室 行制室 四柱 三间 七楼 被文用拉丁语 德语 汉语 三种文字 表达清朝皇帝 对克林德 被杀的惋惜 德国公使 克林德之死 为恩海所为 恩海被捕 神讯中 恩海表现镇定 承认杀人 并表示惜 上司 指示与外国人 击杀 恩海于 1901年 12月31日 在东扇牌楼 克林德身亡之处 闹事被处斩 蜻蜓 蜻及义和圈 所挑起之事端 与行进 被视为 纯粹野蛮人的行为 不容于国际 1900年 俄军在参加 八国联军 入侵天津 及北京的同时 又企图单独攻占 中国东北 以推行其 黄俄罗斯计划 1900年 7月15日 北陆俄军 集结于黑龙江 移背海兰炮 企图偷渡黑龙江 被清军击退 7月16日 21日 俄军在海兰炮 进行惨绝 人寰的大屠杀 中国五六千居民丧生 并焚烧江东 六十四屯 将七千多居民 驱入江中 溺死 8月4日 俄军 1.4万余人 从北东 南三面 进攻爱魂城 副都统奉详 指挥守军 三千余人 顽强抵抗 俄军侵入东北后 各地义勇 燃起了 玉俄寇 复国土的风火 1901年 1月下旬 吉林的抗俄队伍 数万人 统一编程中义军 在海龙级通化一带 深东及西 出没无常地 打击俄军 沙俄政府 涉于东北人民的反抗 以及其他帝国主义 列强的反对 于1902年4月8日 与清政府签订 中俄交收 东三省条约 俄军 虽掠取许多特权 但不得不将俄军 撤出东北 其黄俄罗斯计划 终未得逞 新手条约赔款 各国考虑 中国支付赔款的压力 及担心国际舆论批判 对部分赔款 予以免除或废除 新手条约赔款到1927年 各国几乎完全撤销 中国对赔款的支付 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 至此 新手条约本席合计 导致中国赔款 6亿5000万两 各国赔偿最迟于 1938年结束 1989年祭